大家好,我是Gin,今天我们来做蛋黄月饼 视频中将和大家分享每一个步骤的注意点 这样做出来的月饼柔软,不甜腻,非常好吃 首先来做碱水 我用的是这种食用碱,在超市都可以买到 如果你可以买到碱水,就直接用碱水 用3-4克就可以了 如果用这种食用碱,大约1⁴小勺就可以了 然后加入1⁵小勺清水 搅拌一下,让碱融化在水中 这样替代的碱水就做好了 然后加入65克蜂蜜 我这里的蜂蜜是代替转化糖浆 如果你买到转化糖浆,可以直接用转化糖浆 量也一样 要用蜂蜜的,一定要选用质量好 并且没有结晶的新鲜的蜂蜜 然后加入30克花生油 搅拌至三种材料完全混合 加入100克面粉 低筋面粉是最好的 用刮刀铲把所有的材料混合 混合成没有干粉的状态就可以了 不用过分的揉面,以避免出筋 饼皮面团做好后,用保鲜膜包裹 松弛一到两个小时 等待饧面的时候,我们来处理蛋黄 建议大家用这种整颗的咸鸭蛋自己来磕蛋黄 比真空包装的蛋黄要好一些 去掉蛋黄表面附着的蛋清和粘液 放入另一个碗中 加入清水 把蛋清的表面清洗干净 去掉残留的蛋清和粘液 最后用厨房纸把表面的水分擦干 清洗过的蛋黄放入烤盘内 在蛋黄的表面喷少许的白酒去腥 放入烤箱150度烤6-7分钟 注意观察不要烤过了 烤至刚刚要出油的时候就可以了 出炉后自然放凉备用 然后来分馅 我用的50克的月饼模子 每一个馅料的总重量是30克 包括一个蛋黄和所需要的豆沙馅 取一份豆沙馅 在手掌按扁 转圈揉成一个小窝状 放入一个蛋黄 用虎口或者是手指轻柔的向上推 我今天用的是白云豆沙馅 炒制方法和上一期的黑豆 或者是红豆的炒豆馅一样 我会把链接放在视频下方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参考 带豆沙馅全部包住蛋黄的时候 把封口封好 一个蛋黄馅就做好了 所有的蛋黄都照样包好 放在一个盘子里 加盖保鲜膜防止风干 同样的把月饼皮料也分好 每一个20克 今天的饼皮材料一共可以做9个 全部量好后分别揉圆 同样加盖保鲜膜防止风干 全部准备好就可以包了 取一份饼皮的材料 在手掌压扁 和包蛋黄的方法一样 转圈揉成一个小窝 放一个豆沙蛋黄馅 把饼皮扣在蛋黄馅上 轻柔的向下推动饼皮 然后翻过来 用虎口和手指轻柔的向上推 最后把封口封好 轻柔的揉光滑 为了防粘可以在表面稍微的撒一些干粉 不要太多多余的面粉要扫掉 按照你月饼模子的形状稍微整一下形 我的月饼模子是方形的 所以可以整成一个长方体 这样比较容易放入 放入模子的时候 一定注意不要擦伤月饼的表皮 直接放在铺有烘焙纸的烤盘上 向下压 注意力道要均匀 轻轻地抬起脱模 一个月饼坯子就做好了 同样的方法 把其他所有的月饼都做好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如果你使用的也是方形的模子 按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四个角 都要压到 否则的话边角会很不清晰 圆形的模子就会好一些 全部压好后在表面喷一点水 送入预热好的烤箱200度烤5分钟 一个蛋黄加入一勺清水 充分地打散 刷表面的蛋液就准备好了 5分钟过后取出烤盘 刷蛋液的时候 用这种毛刷占取少量的蛋液 在碗边刮几下把多余的蛋液滤掉 轻轻地扫在月饼的表面 注意只刷到月饼表面突出的部分就可以了 如果蛋液刷得过多留在了花纹下面 花纹就不会清晰了 同时把月饼的四周也稍微刷一下 烤箱温度降至165摄氏度 再烤5分钟 5分钟过后取出烤盘 再次给月饼刷蛋液 同样也是薄薄地刷一层 不要刷得太多 这里可以和大家分享的一个经验 就是刷子不要用硅胶的刷子 因为硅胶的刷子不大容易控制蛋液的量 容易把蛋液留在花纹的下面 刷好后再次送入烤箱 165度烤10分钟 10分钟过后取出烤盘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颜色已经加深 但是还是不够理想 回油一到两天后颜色会加深 并且会变得很油亮 出炉后的月饼马上放在架子上自然放凉 自然放凉后转移到保鲜盒内 加盖放置一到两天让月饼回油 两天后我们再来看看 这是放置了两天后的月饼 饼皮变得很柔软 颜色也比以前更加的油亮 我们切开来看看 咸蛋黄也有出油的效果 这样做的月饼饼皮非常的柔软 内馅咸甜适中 不甜你非常的好吃 喜欢的朋友赶快试试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就点击订阅关注我吧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再见